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主播呢就说被骗了 就是男的说离婚吧 没结婚吧 没女人吧 没有媳妇 那后来他才知道有媳妇 他觉得这一份的愤愤不平在这其中 那中共的高官骗人 其实我觉得这事我就乐了 为什么乐了呢 在今天的北京 在今天的上海 在今天的深圳 哥们不骗人 他能上去吗 我个人觉得星际的女士呢 与其说是为了要自己的名分呢 如果换个角度上说呢 你在挑战这体制 你在挑战这体制 你经历过的生活 姓范的这位先生 一天给你一万块零花钱 网上这么说 你在拿那一万块钱零花钱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拿了一年 拿了两年 拿一年就是三百六十五万 拿两年 石涛这算术没算好 再赶上一个润月 对吧 二月份初月二十九 第二十九天 这事还得多一天 就是这意思了 你说在中国的社会当中 有多少人有这条件呢 对不 可是你所倾心的这个男人 是中央办公厅的官员 叫公职人员 他作为一个中央办公厅的公职人员 他给你一天的零花费是一万块 你说他挣多少钱 工资条上开多少 还是有哪来的黑钱 我不知道啊 咱就这么说啊 人家你说的零花钱一天一万 那个时候你就没问过 这钱是哪来的 是公职条上呢 如果那个钱 他是从别的地方骗来的 弄来的 你搅着这个男人挺有本事 那反过来他骗你 有什么不应该的 我没替他拔粪 我说的是 整个这个体制就这样 别自己倒霉的时候 这么说 当自己花钱的时候 那么说 可是这社会本身 谁又不是自己得意的时候 这么说 自个倒霉的时候 那么说的 你记住 我说的是 人人助纣为虐 你不去把共产党本身的这个概念 这个制度推翻的话 这个制度抛弃的话 人人都在助纣为虐 他是魔鬼 你就是小鬼 等魔鬼整小鬼的时候 小鬼不干了 人性 人性那一面发现了 这就是我唾弃的 这就是我真正说 在节目当中 呼吁大家伙 放弃邪恶的根本 没有什么谁对谁错 助纣为虐都是错 抛弃邪恶都是对 就这么点事 网上有篇文章这么说 中共官员 网络实名退党 博客发出厦门公车大火 非常惊人的照片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 就是实名退出中共的 这个人的照片 他讲说 北京时间6月17号 下午3点10分 河南公民始终为表示 作为一个人 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我的所有活动 所有言论都正大光明 磊落坦荡 一丝一毫 一心一点 都无愧于以下三点 无愧于做人的良心 无愧于正义 不违背国家法律 那鉴于郑州 黄河 核务局 党组 毫无正义 颠倒是非 等等 我严正声明 即刻退出中国共产党 第二 我绝不自杀 这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 直接声明自己退出共产党 文章紧接着介绍说 原因在于北京时间6月17号 三点下午三点十分 同一时间 河南郑州黄河核务党组 核务局的党组 应该中国共产党的党组委会了 发出通报 发出通报 建于史宗伟近年来参与以下事项 参加同城犯罪活动 他没说是什么活动 定性叫犯罪 在网络发表不当言论 什么不当言论 没说 6月4号 在郑州二期广场静坐 6月17号上午研究决定 免去史宗伟 郑州黄河核务局公务处副处长职务 这是说他被免职的 那这位姓史的先生在看到通报之后 以同一时间发出了自己的声明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 那宣布自己绝不自杀 也就是说 那如果他有意外的话 那就是共产党杀了 紧接着他在这个自己的微博上 发出了一组照片 他说6月9号 曾经发出发出了有关公车案 厦门公车案的一组照片 他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不要对身边人的苦难无动于衷 厦门公车纵火事件 再一次惊醒人们 我们坐在同一辆车上 那这张照片我们看到 这就是整个公车上烧死人之后的残骸 我自己的感触呢蛮深刻的 我就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我的看法 厦门公车案草草结案 是有说法 是对外面的说法 里面的真相呢 我就不知道习大大自己能知道多少 我能够在外面看到的 我就说 如果6月3号 这个陈平先生被打 习近平的朋友 那到了公车案 在厦门长时间工作的习近平 一生中他政治生涯当中 工作最长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上 一辆公车就这么烧完了 这么多人就被烧死了 就给烧成这样 然后就可以被草草的结案 为了掩盖真相 为了让大家伙没话说 而拿出的这个人呢 陈水总呢 是个下岗的 是对社会有这个有那个的 那陈水总的下岗 陈水总本身的悲剧 就是你中国共产党一手造成的 他的上山下乡也好 他的返程无处可去也好 他的一切就是你中国共产党体制造成的 然后习近平还说 不能否定前三十年 那前三十年 毛泽东最后干了一个最邪恶的事情 不正是百万青年上山下乡吗 让老百姓断子绝孙呢 所以这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我还是说那句话 听起来是件大事 但作为每一个具体的人 你会发觉你身边具体的事情 触及到具体的事情 就是魔鬼与人性之间的对垒 你自己选择了 那周末的时候呢 跟几个国内来的朋友吃了一顿饭 当时还提到另外一个概念 其实他就因为在国企嘛 得烟抽的嘛 现在有钱赚嘛 出来外头混的时候 人民币对美金是不是值钱呢 看什么东西都便宜 对不对 对 我说但是你回到北京的时候 你发觉什么东西都贵 对不对 对 我说这不就倒挂了吗 人民币在外头老值钱了 人民币在国内老不值钱了 那中间有一个国界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旦有人把这个东西给他挑破了 你会怎么样呢 哥们瞪着大眼睛看我 看半天 我说亏你是国企的老总 国内老不值钱了 国外老值钱了 中间就是原因是共产党独裁体制 一旦这堵墙堵不住了 巴一崩 淹死你小子 他最后说一句 看来我也得出国呀 网上有条消息这么说的 外媒说五个迹象表明 中国快要跌落债务悬崖 文章呢 实际是介绍了一位财务专家 这是一篇翻译文章 这位财务专家呢 曾经是这个汇补公司的主管 他认为美国的 他认为中国的债务危机的爆发时间呢 已经到了 他提出五点说法 他说第一点 五月份出口暴跌 那有一些具体数据了 我们昨天有期节目提到了 中国进出口总额的 一到四月份的数据是造假的 他第二点 银行间同业拆接利率持续攀升 第三点 打击无抵押贷款迫在眉睫 那今天据说在国内贷款很容易了 他说第四个 企业虚报利润 负债累累 因为要把钱装兜里拿走 第五个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急需贷款 那东西都卖了 钱都装兜里了 他可不就得贷款了吗 因为本来有那么多钱 结果被当头的分了 他就提出了这么个五条 这五条 大家听起来 我觉得就一条 场面上没现金 场面上没现金 有人说有现金 没错 你从这个 如果从银行里取出来 一千块钱里头有能有三张是一个号码的钱 那就把假钱当真钱花 那真钱呢 真钱都出去了 因为外头值钱 海外人民币值钱 在里头不值钱 那既然在里头已经不值钱了 我们干脆就把这不值钱推的更高 所以印出人民币 给你印一个号码 你知道能印出多少钱来了 但银行都认可 你着急活该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 崩 牛脸就给你崩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